有人會不會教我 千萬不要用眼睛偷瞄人家 千萬不要用眼睛假裝試探人家 我告訴你 那個技術不會阻礙 你就跟他講 你教我 可是這個錢不要先付 先付他覺得你是很有錢的 你只要幾天很誠意跟他住 我跟你講 我現在身上至少50種技術 所以我說 如果各位投入我們的農業 你就要哪一種 或者是我們成立一個行動工廠 比如說 我們巴巴水災之前 我們跑去假仙 弄了營業說 你們的竹筍全部下來 我們來做 我們就開著卡車 過完瓢門帶氣 就開始埋鍋照片開始做了 我們做完以後 我們想 你要分筍還是要分錢 我們要分嘛 對不對 但是一定不可以污染這些食物 但是我們有一個原則 你把我技術拿走囉 我們調兵潛將的時候 你要出來喔 像這種革命 你就要出來囉 而不是躲在後面 因為過去我們早期這些老革命者都是怎樣 窮到一清二白啊 我們以前窮到小孩子繳不起學費啊 我覺得那是不好的 現在我覺得 因為我走過這條路 我就覺得說 孩子們去上戰場 必須要強大貨員 所以 就是平常我們是農民 暫時我們又是軍人了 可不可以這樣子呢 可以 所以 我們就不再怕 什麼每天都告訴我們 給我們就業機會 我說 我跟他們說 像凡美麗灣 你知道美麗灣是我檢舉的嗎 我是第一個深入五屆的人 可是台東人還是不理我 不會啦 越來越多了 我去的時候 我要被他們打耶 他在環瓶的時候 環瓶的說明會上他講 他說 我給你們帶來就業機會 他們也講 也站起來說 我說 你不用給我們就業機會 我說 你就是一個失業的人 你已經帶七點八億了 你欠錢比我還要多 你不是什麼給人家就業機會 你是來搶錢的 所以 政府一定要聽我們一件事情 我們每個人都有農田 都有土地 讓農業發展 我們就是老闆 所以台東人只當老闆 不當農工 這個時候引起了 一些基層的人民的注意 所以慢慢慢慢對我們就這樣進來 可是我還是要非常感謝 後來台北的各地的藝術家 各地的良心的知識分子 開始進來了 要不要打電話恐嚇我 我跟他講說 來的就不怕 怕的就沒來 我跟他講說 你查我的資料看看 只要我出來的 他就絕對 他的命運就是結束 我說 我不是不會讓你結束 果然他結束了 所以 我想說 他們說我們是女流之輩 我說不喜歡你這樣說 這個世界的媽媽都是很悍的 對 所以 不要惹媽媽生氣 爸爸生氣還有機會 爸爸說 反正 那女生就不一樣 女生是怎樣 打仗打完回去就要煮飯了 對 還有力氣煮飯 所以 女人每天都在廚房裡面弄食物 每天都在弄水 所以她知道環境有多麼重要 因為我們碰的就是這一塊 所以 我覺得 假設我們不斷的在談 今天我有點 鬱子來這邊講 然後瑞翔在講的時候 我想 又不錯 我可以隱藏一點東西來搞革命 我如果是我的個性 我就是革命 我就是血戰分子